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州城峰在81Kiss上市初期 就预计将投入新台币 约7000多万元的行销营运费用 希望在上市初期 就能够打出漂亮的成绩单 同时台湾的营运团队 也将持续开发游戏的新版本 并或许将针对中国地区玩家 进行各项新系统开发和游戏设定的调整哦